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应该是不大可能有机会上报纸或者是上电视的 所以如果能上一两次尝试一下也是不错的一个经历 而且想通过这些活动改造自己一下 使自己变得比较更平易近人 参加有奖比赛是张文龙的兴趣 每逢周末和公共假期 他都会翻阅报章和杂志找比赛参加 平均每年都会赢得三个奖品 他最常参加的是斗智游戏和争稿活动 在考验自己的尝试和文笔的同时还能省钱 其中他曾经赢得一个1888元的新年现金大红包 以及免费啤酒供应 开始时候是抱着一月一室 因为不会抱着太大的期望 不过同时一方面想试试看自己除了手气 也想看一下自己的才华能力到哪一个阶段 那次种了那个啤酒 刚好那一年龙年就省气了买那个啤酒的花费 等于有些是里兰或者汽水 从演唱会门票 戏票 购物礼券到旅游化妆品 刘美亭丹丹去年就通过游奖比赛 赢得了约十个礼品 总价值将近一千元 大抽奖我还没有那个大的机会 可是小的抽奖有时候是一些好像sample 或者是旅游的一些小饰品还是什么 那些其实你会经常用到的 我觉得何乐不为 因为真的也就是想说在经济上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刘美亭参加游奖比赛的爱好是从二十年前开始的 当时她在香港生活 因为觉得生活费高 所以就经常参加游奖比赛 希望赢得餐券和购物礼券 可以抵消一些费用 她说现在的游奖比赛大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 程序比记性简单 而且不费时 所以每个星期都能参加两三个 刘美亭认为只要态度积极参加的比赛多 得奖几率也会自然提高 另外她也会多参加那些奖品数量多 而且参赛日期较短的比赛 戏经常有很多戏 然后戏票可能一个戏院可以给出来戏票可能是两百个 几率会比较高 不像有一些就是 比较难的我觉得应该算是那种大型抽奖 好像N2C 星爽 那个真的是要看自己的运气 那种我也经常填的 可是很幸运的还没有试过 网络世界的游奖比赛很多 而且各种各样 如果要一个人独自搜索的话 费事费力 有爱好者就借助社交媒体 设立了一个社群网页 为其他的爱好者提供线索 提高大家得奖的机会 武汉林八年前迷上了游奖比赛 在最积极的时候 一个月会参加超过50个比赛 到处领奖成了家常便饭 现在他已放慢脚步 转向协助其他爱好者参赛和赢奖 五年前他设立起这个Facebook社群 集合各类型的游奖比赛 同网友分享 武汉林认为 设立社群还能借助其他爱好者的力量 网络到更多竞赛线索 比他过去用博客分享更省时有效 之前在博客上面的话 他们全部要电邮给我 然后我要在博客上写图 然后蛮好时的 这个Facebook现在有五个人在管理 然后每天都会分享三到五个 他们所遇到的那个游奖游戏 武汉林也说 碰到一些投票性质的游奖比赛时 社群内的会员也能互相支持 提高彼此的中奖机会 目前像这类由爱好者发起的网络社群 有约五个 较活跃的则有两个 虽然游奖比赛的奖品丰富 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武汉林也提醒 在参赛时还必须提防虚假的比赛 你可以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 就好像你在Facebook看到一些contest 在网站那边 他们都会有一个go 就是代表这个是认真的网站 那些就你可以比较安心的参加 感谢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你浏览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知音 祝你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